這個是 胡周小打鳥皮 運動公園路邊的 紅火椅巢穴 這兩年才冒出來了 太恐怖了 看看 這麼大 就在路邊 這個是不是 那個不是 好 這一片草地啊 紅火椅已經很厲害了 我們曾經通知 第十河川管理局高灘處 結果呢 他們都沒有什麼來處置 然後我們自己去公署啊 跟他們要了一些 紅火椅防治的藥 可是他們只有那種避孕的耳機 說實在放起來沒什麼效果 唉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台灣的 這個防疫管理啊 都是做做表面文章 實際上做得很少 清北市政府 十河局 民進黨政府 都是讓人家很失望的 蛤?不知道誰會來處理 好吧 就是這樣